这个是WS2812的灯环模组 那它其实是 这里面都是LED 然后是三原色的LED在里面 那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LED可以发出RGB三原色 然后透过混合让你看到 各种不同的颜色 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讲的RGB LED灯 那么它透过 它把12个灯连接在一起 然后透过2812的晶片 可以做一个 一根讯号线就可以做全部灯的控制 这个是WS2812灯环的一个特色 那在使用这一个灯环的时候 有一个小注意事项 就是它的每一个LED 它里面有三个原色的灯RGB 那每一个小灯的输出 我们大约有测过 一个是每一个R或G或B 输出大概是一个mAh 那所以一颗RGB的灯大概是三个mAh 那所以如果你把12个灯全力输出 那会到36mAh左右 那Arduino的讯号输出 如果你直接用Arduino的讯号输出去点灯的话呢 Arduino的标准的讯号输出 它是20mAh 所以如果一次输出36mAh 它的上限是40mAh 会有些危险 你的Arduino可能会比较快老化或坏掉 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你一次使用12个灯的话 尽量不要一次把它点满 或者你的PWM的输出 不要一次让它全部功率输出 那不过也是要看它的电路设计 如果它的电路设计有可以从外部供电 就是那个V跟G可以从外部供电 或者你在接线的时候 把V跟G接到外部供电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使用商要注意一下 那它的三根线 我们一样可以从后面看到 G跟V就是模组供电 那DI就是它的数位输入 就是讯号输入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根线接到数位数 然后V跟G建议是用 如果你有机会要把灯全部点亮的话 会建议你把V跟G直接接到电池盒 那它是5伏特的电 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如果你直接接到Arduino上面 就三根线直接接的话 你在写程式就要注意到功率的输出的问题 不要尽量到它的极限 我们来看一下灯环的连接方式 这个灯环的连接方式 它是3PIN的杜邦线接头就可以使用 那因为它的模组的制作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连接的点没有那么结实 所以你在接线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 不要很大力的直接拖上去 这样很容易会坏掉 那所以我们在接线的时候 你看清楚接点 这个下面是G的部分 那我就把它按住 然后再去把杜邦线给插上去 这样才不会因为你用力过猛把它给戳下来 这个是使用上要注意的点 那么因为它是韩式库型的输入 那所以是使用数位接角这一排 那所以我们只要找一个有空的接点 把它插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们把它插在第三只接角 第三只接角 那这样就可以使用 那这样子直接接到Arduino上面的方法 我们上次有讲过 就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因为它的功率 如果你全部输出 它会到将近36mAh 比较容易把Arduino给弄坏 因为它超过那个20mAh的安全的讯号输出 那所以会建议你 在写程式的时候 不要让它全部的登座全力的输出 这个是在使用上要注意的 那或者是你把这个V跟G 这两根线的部分 把它另外接到电池盒 这样子你就会有足够的电 那当然你的讯号线跟接地 要接回来Arduino上面 要供地 这样子才能够使用 这个是接线的部分 程式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使用Transformer来做测试 Transformer连接之后呢 它的扩充积木 这个是一样是标准的S2A的扩充积木 但是它的 它因为它是属于韩式库的积木 韩式库的零件 所以它不会在这个扩 基本的扩充积木里面出现 所以我们还要去添加另外一个扩充积木 那么在它的扩充积木里面有一个叫做Library3 那我们把它选进来 选进来之后呢 在左侧 这个资料库型的积木里面 你可以去找 那这边看到有一个灯条 RGB的灯条 这个指的就是 环形的WS281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来做定义 灯条RGB 我们是RGB的这一种 然后你在接的时候呢 你要跟它说你是接在第几只接角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第三只角 然后数量 这个环形灯的数量有12颗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12颗 那这样子就可以完成定义积木的设定 那使用上呢 就使用这一个 这一个可以用 还有这一个也可以用 灯条清空 这几个是我们比较常用的积木 那因为RGB灯 它的灯呢 是有里面的三个RGB Red Green跟Blue 这三个三颜色所组成的 那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RGB的配色的表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颜色 大概数值是要多少 另外一个数值呢 就是灯的位置 你要第几个第几颗灯亮 那比如说我们要第一颗灯 然后亮红色 那我这边红色最大的亮度就是255 0到255 然后呢 那我给它加一个律期 那当你去执行程式的时候 Action之后 你的红色灯就会亮起来 在第一个灯的位置 好 那么所以你就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位置的灯 比如说第十颗 那我想亮 绿灯 再Action一下 所以第十颗就亮绿灯 好 那如果你想清掉所有的灯 就是灯条清空 好 好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去指定你的 哪一个位置亮什么颜色的灯 那么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积木 我要在 第几颗亮什么颜色 这边可以直接挑颜色 比如说我要亮这个 这个颜色 有点蓝绿色 然后呢 彩度 亮度调一下 好 调好之后呢 一样按Action 好 它就亮出这一个颜色 颜色是可以随便调整的 再Action一下 好 那这个是 呃 灯条的使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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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